凌晨两点 老王瘫坐在沙发上 刚喝完一口啤酒 就听到楼下传来呼救声 他往窗前一看 好家伙 一个女人正在拼命逃窜 身后是一个戴着帽子的黑衣男 只见他一把抓起女人的头发 直接抡起锤子砸向女人 一下两下 女人瞬间没了声响 目睹一切的老王 顿时惊得瞪大双眼 他赶忙掏出手机 想要拨打电话报警 这时客厅的灯光突然亮起 吓得老王两手一哆嗦 直接将手机摔在地上 原来是妻子半夜口渴 起来喝水时将灯打开了 受到惊吓的老王一个起跳 快速关掉了客厅的灯 但是这忽明忽暗的灯光 还是吸引了凶手的注意 就当老王弯腰再次来到窗边 看下凶手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时 没成想 直接和凶手来了的对视 这可把老王吓了个半死 自觉任务完成的凶手也不逗留 拿起铁锤就要离开 这让窗前的老王松了口气 可下一秒 他直接一个转身 数起了老王家的楼层 而后直接朝着楼梯的方向走来 好家伙这是要杀人灭口的节奏啊 吓得老王赶紧拿起桌上的棒球棍 靠坐在门后 没过多久门后突然出现声响 通过查看监控 老王发现屋外并没有人 他缓缓走出家门 却发现门口凭空多出一个快递 正当他拿回包裹想要关门时 突然出现的一只手 制止了他关门的动作 吓得老王大喊出声 但好在这只是老王做的一个噩梦 第二天一早 警察封锁了案发现场 但奇怪的是 这个小区有上百个住户 却没有一个目击证人 负责此次案件的警官是光头哥 从一个女高中牲口中 他知道了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凌晨两点 通过查看监控 他发现了凌晨回家的老王 于是便找到老王 向他询问案件发生的经过 而目睹凶手作案过程的老王 最近整天魂不守舍 他也试图在网上匿名报案 但当他看见桌面上的全家福时 最后还是放弃了 但是凶手并没打算就这样放过他 家里总是会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 就连上下班的路上 老王也被人尾随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身后一辆摩托车跟了他一路 就当他摩托声越来越近 眼看就要撞上来时 光头哥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问他案发当晚是否见到过嫌疑人 老王看着停在不远处的黑衣男 失口否认 表示自己并没有看见凶手 就在这时 光头哥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 对方称已经确认了嫌犯 并且已经将他抓捕 新闻媒体也对这件事进行报道 案件至此告一段落 回到家的老王也看了新闻 经过仔细对比嫌疑人的图片 他发现凶手另有其人 这时屋外的门铃突然响起 原来是四楼的邻居找上了老王 凌晨两点 他们还在回来的电梯上相遇了 他知道老王当时也没睡 拿着网嫌疑人的照片对着老王 问他是不是也知道被凶手另有其人 因为害怕 他想让老王和他一起去报警 但是老王始终不肯承认 还将邻居推出了房外 被拒绝的邻居失落地往回走 刚进电梯 后面紧接着进来一个男人 这衣服着身心 不就是那晚的凶手吗 邻居吓得缩在电梯角落一动不动 出了电梯 万幸男人并没有跟上来 他快步走到自家门前 刚要按密码 凶手便向他冲来 吓得他赶紧按密码想要开门 但却为时已晚 这天老王走到邻居家门口 抬起手刚想敲门 却发现邻居家的门根本没锁 透过门缝 他看见地上躺着一具尸体 而一个男人正在打扫着屋内血迹 这一看就是妥妥的命案现场 胆小的老王轻轻关上房门 准备悄悄离开 而这时 身上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他慌忙挂断电话 转身就跑 可这声响还是被屋内的凶手听见了 他直接出门追向老王 慌乱中老王的手机也掉落到楼下 他跑到了楼下保安室 想寻求帮助 但是保安室内并没有人 他直接伸手拿起里面的电话 想报警求助 但是下一秒 耳边传来女儿的声音 原来是妻子刚接孩子放学回家 而此时追上来的凶手 就站在妻子和孩子身后 老王面露纠结 可为了妻儿的安危 他还是选择挂断了电话 跑向他们身边 而这时 光头哥赶到了 他怀疑嫌疑人并不是真正的凶手 拿着嫌疑人的照片问老王 看着站在后面的凶手 老王大声否认 黑衣男看着老王如此逝去 转身离开了 回到家 他们发现家里养的狗不见了 于是分头出去寻找 但一无所获 第二天老王在回家的路上 发现了妻子贴在路上的寻钩骑士 上面还印有家里的联系方式 他赶忙一张张撕掉 通过消息得知 当晚的目击者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就是住在四楼精神失常的可拉 为了可拉的安全 也为了不让凶手误认为是自己报的案 老王赶忙找到可拉 叮嘱他不要说见过凶手 但是可拉却说 老王抓起地上的饮料 反手就是一拳 索性身后的并不是凶手 而是警察假扮的 他们已经通过失踪的车辆 找到了真正的嫌疑人 现在只差目击者证词 就可以对凶手进行逮捕了 但是嘴硬的老王依旧否认 一眨眼 可拉已经离开了 当他们在垃圾堆旁再次找到可拉时 他已经被凶手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坐在手术室外的老王 终于感到后悔了 他决定想警方坦白 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而警方也终于能对凶手进行逮捕了 就当警方到达凶手家中时 凶手也在家中等候着警方 而后点燃微波炉 成功逃离了 看到灰头土脸回来的警方 老王瞬间暴怒 我是相信你们才报案的 结果人没抓到 那凶手肯定会对他进行报复 他来不及多想 他和孩子独自带在家中 突然门铃声响起 开门一看 进来的是警察小李 他将放在门口的塑料袋拿了进来 正要将袋子递给女人 却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 他打开袋子一看 里面装的是一只沾满鲜血的狗 吓得他顿时把袋子扔在地上 女人也失声尖叫 这时一个黑衣男突然出现在门后 抡起铁锤 三两下干翻了小李 女人赶忙跑向房间 直接将门拴住 把女儿放进柜子里 紧接着把桌子推到门后 用身体顶住房门 可黑衣男也不是吃素的 拿起铁锤 一下砍掉了门把手 紧接着砍向房门 再用身体撞击 房门很快被他撞开了 只见他走向女人 就当他想要对女人下死手时 藏在柜子里的女儿出来了 女人赶紧叫他离开 凶手看见女儿跑吗 想追上去 这时倒在地上的女人瞬间爆发 拿起黑衣男掉落的铁锤 直接砸向她的双腿 随后向门外跑去 在楼梯口抱起女儿 急忙下楼 可终究还是被黑衣男逼停在角落 就当男人拿起铁锤 想要解决他们时 两个搬货的小哥出现了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紧接着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都没人上前帮助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黑衣男直接离开了 而这时丈夫老王也感到 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经历了这一切的老王瞬间爆发 追着凶手离开的方向 直接来到了后山 天空已经下起了大雨 两人在后山经过一番打斗都受了伤 这时雨也越下越大 就在凶手占据上风 直掐老王脖子时 山上的泥土倾泻而下 瞬间将他们全部掩埋 第二天 老王率先醒来 他缓缓睁开眼睛 发现周围全是尸体 而有的已经化成了一句哭 躺在不远处的凶手 此时也奄奄一息 滑落的树枝正中他的胸口 最后成功被捕 故事的结尾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老王搬了新家 邻居大姐上来问他 房子买了多少钱 老王闭口不语 晚上他走在楼下大喊救命 此时的楼上还有几家正亮的灯 但是却依旧没人出来查探究竟 那些亮着看起来十分温暖的灯 此刻却显得无比的冰冷和讽刺 这也反映出了当今社会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 在遇到与自己相关的事情时 人们总会先权横利比 试想一下 如果事情发生在你的头上 你会如何选择呢